喜乐和希望的话语 监验上年期第七主日 马道第五章38-48节 Fernando Amelili 神父的讲道词 大家主日好 在于他人的关系里面 我们期望有一个互惠的交换 因此 本能地如果我们为他人做一些事 我们就会等待回应 哪怕只是一个认可 一个微笑 如果我们付出了爱 我们会期望有所交换 我们需要实时更新给予 和接受的帐目 这个就是我们的正义 而这种正义似乎如此正常 以至于我们甚至将它投写在天主身上 它次用我们的恩宠 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 还没有进入天国 所以危险在于 留在这个世界的正义里面 并按其行事 以为这个质已经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确信 我们已经自己是基督的门徒 这些都不是耶稣所感兴趣的 与他人的关系 不是基于计算 而是基于完全 而且自由的愧疚 作为门徒 付出爱不是为了得到回报或者好处 这个不是考虑范围之内 爱 善待 欣赏他人的生命 即使是敌人 这个来自于身的本性 即作为天主子女的本性 就好像葡萄树不能够不长葡萄 也都不能够长荆棘 即使是他想 因为他的本质 自使他是生葡萄 门徒之所以是爱 是因为 这是他们的新本性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耶稣向所有 想属于新王国的人 即是想属于天国的人 指出两个目标 没有其他目标 可以超越这两个目标 他们是人类的最大的限度 让我们来听听 你们一向听说过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现在我对你们说 不要抵抗恶人 而且若有人掌击你的右侠 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 那愿与你争重 那你的内依的 你连外依也让给他 若有人强迫你走一千步 你就同他走两千步 求你的就给他 愿向你借太的 你不要拒绝 你们一向听说过 也就是说 天主讲过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我想这个是法律书上 最受打击的法规 若我们想让人 为其对我们所做的恶行 付出代价事 我们会引用他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这就是我们 获取补偿的方式 然而 这条被写入 法律书 托来的法规 是一个明智的规定 是天主的旨意 是对报复的限制 在古代社会里面 这种规定 是为了维持秩序 恢复正义 当一个人 做错事被发现的时候 他就会受到 警戒性的惩罚 残酷而严厉的 公开惩罚 所有参加的人 都得到健康的医治 而不止于犯同样的错误 报复起了威胁作用 但这个是维持秩序 和伸张正义的一种 残酷的方式 在圣经里面 我们有一个著名的案例 有关于佳音的后裔 拉蒙克 有一天 他叫来了两个女人 阿达和七拉 他说给他们知道 因我受伤 杀了一成年人 因我受损 杀了一青年 杀佳音的 受伐是七倍 杀拉麦克的 是七十七倍 正是为了制定这些过渡行为 天主在法律书托拉中规定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也就是说 每个人都必须 为他自己所犯的罪行 付出代价 而不是为世界上存在的 他不负有责任的邪恶 付出代价 耶稣并没有说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法规 因为它是好的 关于报复 这个已经是一个进步 但他仍然停留在 这个世界的逻辑上面 而是这个世界的正义 他无法使人成全 耶稣要的是一个飞扬 要你跳出 那个无法超越的 最远的地平线 现在我告诉你们 不要抵抗恶人 这个是个人的 不是大众的 不要那样做 注意 如果你进入新世界 就不要再回去底层 不要再和你的侵略者 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 要抵制诱惑 避免使用同样的武器和方法 如果你这样做 你就要回到旧的正义 你不能够与 那个人在邪恶中竞争 若有人掌击你的游客 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 本能的反应是给他回一巴掌 但如果你这样做 你就会和那个人 一起重申 入了这个泥鲁里面 耶稣告诉你 不要堕落 不要降到那个层次 门徒们必须奴计 那些仍然属于旧世界的人 会伤害他们 他们必须准备好 作出门徒应有的反应 门徒是不属于这个 报复逻辑的人 为了清楚这件 耶稣举了四个例子 以说明属于天国的人 应该如何恢复正义 第一个例子 若有人掌击你的游客 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 如果一个人打你的脸 通常是打你的左脸 但如果他打你的右脸 意味着一种侮辱 这是非常严重的侮辱行为 在以色列 这是一个要罚款的 金额相当于一个工人 一个月的酬劳 耶稣告诉门徒知道 在要求补偿的时候 不要那么好 不要那么温和洁击 要将另一面也转给他 将你另一面的暖客转给他 自然 这是一个自然矛盾的表达 不应该按字面去理解 事实上 当耶稣在大师祭面前 挨一巴掌的时候 他提出了抗议 属于天国的人的反应特点 是什么呢 这个人不作出反应 他不希望生变 因为他不想 延续自己所遭受的恶行 掌摑 无法 这个可能意味着 在邪恶之上 增加另一样的邪恶 我们必须注意 爱并不意味着 总是恋爱 在某个时候 强硬坚定的立场是必要的 只要这种强硬是源于爱 源于一个人很爱对方的事实 容忍对方继续处于邪恶之中 对他是没有好处 有必要把这个人带出来 要让他出来 恋爱 往往是不够的 可以 而且应该强硬的 当一个人 采取强硬的立场的时候 首先有必要想想 他受些什么驱动 因为 在不知不觉中 有在我们的立场 不是来自对兄弟姐妹的爱 以来自报复的欲望 想要让对方付出代价 想要报以冒犯 请你注意 耶稣的话缺少了乐观的语气 也就是说 耶稣没有说 通过你的仁慈 你的忍耐 你将改变你敌人的心 他将成为一个好人 这个人会变好 是有可能的 但耶稣没有这样说 情况是 你不能够有其他的行为 因为 你在天国里 也就是说 你要让自己 受内在的神圣生命 所推动 你是天主的子女 从你身上 应该流出天父的爱 你必须永远 只出于爱的行动 当你采取强硬的立场的时候 你必须出于 想看到你的兄弟姐妹 最幸福 第二个例子 若于你增重 拿你的 耳衣的 你连耳衣也一样急他 在以色列 男女都穿两件衣服 耳衣 长袖或者短袖 贴身着的 然后是耳衣 耳衣的作用是 遇寒 有用于 晚上遮盖穷人 耳衣很重要 不能够被杀取 若是你拿了 人的外厂作抵押 日落以前 应归还他 因为 这个是他唯一的 铺盖 是他 盖身的外厂 如果没有了他 他怎样睡觉呢 耳衣不能够被保留至过夜 人应该怎样做呢 耶稣说 那愿意你增重 拿你的耳衣的 你连耳衣也一样急他 竟然 是因为此人 已经不得不交出他所有的事 并且 他只是有长部盖在赤裸的身上 人可以怎样做呢 表现出你 无条件的爱 拒绝进入增重里面 为此 连你最后 剩下的外厂 也都让给他 我们看到 耶稣将这一点 实能得淋漓尽致 他完全赤身老体 被钉在十字架上 基督徒可以 也都应该寻求正义 但如果你不能够得到正义 因为权力在恶人手中 而你唯一的选择是 伤害兄弟姐妹 这样 你什么都不能够做 甚至准备 让出外衣 采纳或者不采纳 成为或者不成为天国的一员 第三种情况 若有人强逼你 就一千步 你就跟他走两千步 这里有个动词 安格连尔 他是新约中 只出现过两次 他的意思是虐待 今日经文中有一个例子 还有另一个例子是 基林乃人西门 他被士兵们强逼 背耶稣的十字架 这是一种虐待 罗华士兵和任何地方的地主 通常都会虐待贫穷的农民 强逼他们搬运货物 这是西门的例子 这是西门的例子 他还填铝出来 已经很累了 士兵们还虐待他 耶稣说 若有人强逼你就一千步 虐待是经常发生的 有很多人就这个情况 给出商业的行为建议 革命派建议发动叛乱 将其掃诸暴力 如果有这样的一刻 你能够攻击他们 这就是你能够做最好的选择 斯多葛学派学者 爱比克泰德 劝戒要谨慎 他说 如果他们要你的奴子 不要有不良的反应 因为否则他们会打你 然后会拿走你的奴子 耶稣没有给出任何智慧的准则 没有提出改变侵略者的策略 也没有保证你的行为 在短期里面 每对恶人的转变产生有益的效果 没有 他要求门徒 以其作为天主的子女的本性来行事 你不能计算 你必须保持你的心 没有任何怨恨 你必须避免任何 不是出于爱的反应 军士坦丁的曾孙 背教者Julian 嘲讽反对 但如果基督徒认真 遵循这个戒命 这个命令 那么世界上还会发生什么呢 很明显 野蛮人 邪恶的 将占有最好的 这个可能会发生 施义修斯 讲得更明确 更强硬 他说 如果你按照 纳资纳人耶稣所说的去做 权利就会落在 野蛮人 和没有法律的人的手中 这个对我们可能称为基督徒和平主义的反对意见 从最早的开始时候 就一直有人提出 和平主义并不意味着接受一切 不是的 它指的是 耶稣所说的 制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这个就是 Erinne Poihoi 也就是 坚持制造和平的人 拒绝取取任何 可能对兄弟姊妹 造成伤害的行为 只要有暴力存在的 任何形式的暴力 犯罪 政治暴力 经济暴力 军事暴力 无论任何的形式 参与这些暴力 就表明天国还未出现 放弃武力 是天国临言的一个标记 是新世界开始存在的标记 为了讲明 这个世界的王国 从这个世界的逻辑与正义 迈向新的正义 所要做的 质的飞弱 耶稣所举的第四个例子是 求你的就给他 愿向你借贷的 你不要拒绝 这个第四种情况 一个人 说他面临危机 需要借贷 在以色列 如果一个人需要借贷 情况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尝将 放借贷视为一种投资 因为可以赚出利息 在以色列 这个被禁止的 在法律书Torah中 利息被称为Nesha 意味着是咬 即你在有需要的人的颈项上咬一口 在以色列 要求借贷的人 是有需要的人 耶稣说 要注意 这个不是你可否赚取借贷利息的问题 不是 而是 你不能够转面不顾的问题 也许有人 来向你借钱 但这个钱可能是 用于住宿 租房 工作 购买减价的货物 而且 就如经常发生的 没有太多需要 谨慎考虑的 耶稣告诉满徒 不要装作不明白 不要找借口 不要偏造不存在的困难 不要试图复制他人的问题 如果你能够做这些 你就去做 就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 是为进入天国的新正义而要做的 质的非弱的最后一个例子 让我们听听 你们一向听说过 你已爱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 我却对你们说 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 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 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 因为 他使太阳上升 光照恶人 也光照善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 你们却有什么想报呢 虽你不是也这样做吗 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 你们作了什么特别的呢 爱帮人不是也这样做吗 所以 你们应当是成全的 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 你们一向听说过 你已爱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 耶稣所引用这句话 只是前半句来自圣经 后半句不存在于圣经里面 但是他是当时 圣经的灵修的信念 上上修道者 龚沃兰是怎么说 他说 你必须爱光明之子 你必须恨黑暗之子 因为毫无意外 天主的报复会临于他们 在一些圣经里面 有非常强烈的表达 例如 圣灵作者说 上主 憎恨你的人 我怎能不同恶 我对他们深恶同气 这个表达表明了 圣灵作者希望 同那些作恶的人保持距离 但是 圣经中 没有任何一处写明天主话 你必须恨你的仇人 这个话 不在法律书Torah里面 现在 让我们听听耶稣想要的 质的飞跃是什么 即是 希望我们在爱朋友 恨敌人的人类正义的基础上 做些什么的飞跃呢 现在 我对你们说 你们多爱你们的仇人 这个所用的动词 Argaben 很重要 这是古希腊中 出现过十几次的动词 它几乎不被使用 但它成为了 描述基督门徒的行为 特征的动词 无条件地 无常地去爱 不期望有任何回报 好像天主一样 爱每个人 哪怕是冒犯我们的敌人 无私地行善 不担心 人家不意识到 谁帮了他 在希腊 人们用其他动词 去表示爱 有动词 Philia 意思是爱的感觉 对朋友自发的爱的感觉 唯有动词 Eros Eros Eros是最常用的动词 表示对所能看到的 和欣赏到的美的爱 还有 Stegren 表示对父母的爱 基督徒的爱的特征是 Argapan 希望看到他人幸福 以至于使自己的生命 为他人的生命服务 甚至为敌人的生命服务 看到他人活着 并且幸福 会感到喜乐 这个就是 耶稣对那些 属于天国的人 所求的爱 这种不容易的爱 然后 耶稣 吸出第二条 戒命的命令 祈祷 只有祈祷 你才能够有能力 永远听从 在我们内的基督的神 这个神引导 他交出了 他的生命 毫无保留 即使是一粒 他生命的碎屑 也都 没有留给 任何需要的人 如果我们想让这个神 永远临于我们里面 就必须保持一种 祈祷的氛围 不是重复公式化经文 而是始终连结 天父的思想和感情 原因是 好使你们 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 因为 他是太阳上升 光照恶人 也光照善人 降雨给异人 也给不异的人 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 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必须 将天父赐给你们的生命 表现出来 而这个是来自天父的生命 这个是无条件的爱 它是在太阳上升 既光照恶人 也光照善人 如何解读这个表达呢 我想我们都会认为 这个就是说 天主对每一个人都是好的 他既然对坏人 将三里四好 也都对所有好人 他爱并降福那些好人 赐给他们丰富的好的东西 不是这些 事实上 天主使太阳升起 既在我表现好的时候 光照我 也都是我表现不好的时候 都光照我 也就是说 他无条件地爱我 我必须内化这一点 因为这个就是天主的 这个就是他的爱 当我们明白 这个是他的爱 我们作为他的子女 必须让这个爱 阿卡平走出来 去与我们的兄弟姐妹相遇 母亲爱他的儿子 因为他是他的儿子 即使他的儿子行为不好 他都同样爱他 因为他将儿子 不良的行为 和儿子区分得很清楚 儿子是好的 行为是被谴责的 天主爱得很疯狂 因为他就是爱 一个女人一旦成为母亲 他的本性 自然就会引导他 无条件地爱他的儿子 甚至为儿子付出生命 这个是很自然的 自发的 这个来自他的母性 基督徒的无条件地爱 属于新世界 属于天国 是来自他们作为 天主子女的新本性 然后耶稣给出一个例子 你们若只爱 那爱你们的人 你们万有什么想报呢 所以你不是也这样做妈 也就是说 即使是好人 他们都不是天主的子女 他们问候他们的兄弟姐妹 这个是什么特别呢 问候弟兄 意思是希望他们平安 这个平安代表 物质生活的附足 这是我们对兄弟姐妹的祝愿 但不是这样 这些都是没什么特别 他们还不是天主的子女 你应该祝愿 每个人的平安 祝愿平安 意味着 你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以使对方生活附足 即使对方是你的敌人 你只能够来自基督的圣神 来自教会成立初 有人试图 降低对门徒的新生命的 一个要求 例如想想奥利珍 教会早期一个非常著名的圣经学者 他开始降低这个命令的要求 他说 不恨敌人就够了 但不是这样 不恨敌人是不够的 只是稍微高于这个世界的正义 但还没有进入天国 不是 不恨 而是要他们好 让他的生命 也都为敌人服务 宽恕他 圣王波罗尔也都说过 这个命令是 成全的人必须遵循的 但不是指那些 低于这个命令的命令 这个命令 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 但这条命令 即当爱你们的仇人 这条命令 只是针对成全的人 圣牧师定也都说过 这个为成全的人的准备的 对其他人来说 只要渴望这种形式的爱 就足够了 圣牧师定以一句拉丁语 表达的话 意思是 这个不是得救所必须的 也或者成全 于是 人们开始限制耶稣这个命令 所规范的范围 将战争中的敌人 排除在这个命令之外 这个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可以这样 让我们回到耶稣所说的 结语 所以 你们应当是成全的 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 有些人将这个提议 耶稣这个命令 解释为一个开始 即有朝一日 可达到天父的成全的开始 如果是这样解释 我甚至没有办法开始 因为 我一开始就灰心了 不是 今天 你就必须 好像你的天父一样成全 也就是说 耶稣所指出的是 你作为天主子女 作为成全的 那一位子女的本性 因此 你必须在任何时候 都表现得好像天父一样 就是成全 在此之外 是不可能行走的 祝大家主日好 便有一个很开心的星期